今天追踪第一线我们邀请到的是哈佛甘纳迪学院的学者余文奇 文奇午安 你好 是文奇其实刚刚稍早美国总统拜登首度在国会发表了国情资文 不过现在的情势是对于俄罗斯入境乌克兰还有美国的通膨升到了40年新高 不晓得拜登有什么最新的表态呢 请文奇替大家解说 请说一下就是国情资文是美国宪法第二条规定的 总统每年必须适时的向国会提供报告 那是由众议院的议长来邀请总统到国会来 有一年呢 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因为跟川普吵得不可开交 佩洛西还威胁说不邀请川普到国会来做国情资文 那也看一下就是现在拜登面临的政治现况是什么 他上台一年之后呢 他的支持率其实是偏低的 大概只有40% 有56%的美国人民觉得他第一年的施政其实是失败的 只有39%觉得他施政是成功的 那在美国人民现在最关心的议题有哪些 38%觉得通膨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其他呢像是控制疫情啊 外交政策啊或者是公民投票权还有犯罪率偏高等等都是占大概只有10% 还有就是在疫情方面方面其实美国人民已经觉得疫情快要结束了 10位里面有7位是非常乐观的 另外就是在大法官提名方面大家都普遍的同意就是说现在是时候了要提名一个非一的女性 所以刚被提名的杰克森法官要被参议院通过其实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当然共和党可能更会关注的就是非法移民的问题 所以今天晚上这个拜登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里面也讲到了上述所有的议题 还有他还特别骄傲的讲他第一年的施政绩效 尤其是在经济成长 还有在这个失业率创新低方面 另外一大部分就是讲乌尔战争这方面 还有说必须要如何控制通膨以降低人民生活的消费 那在这个在这些议题方面呢 他他解决就是通膨的方面 他是说希望国会能够帮助他通过这个高达两兆美金的基础建设法案 那现在其实要在国会里面谈花钱是几乎很难得到保守派的同意 因为大家觉得这个通膨是非常的严重 物价太高 所以拜登其实是用这个团结两党的方式 就是说多在国内投资的话 其实就可以增加美国的竞争力以来共同对抗中国 包括必须必须在这个晶片还有在科技方面多做投资 然后就是在国内的交通桥梁道路方面多做投资 还有就是网路的5G方面也做铺设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对这些要花钱的地方大力支持 来增加美国的竞争力 这也是他将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结合的地方 他今天一开场的时候就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谈乌尔战争 因为希望能够团结美国内部 还有就是重新彰显美国在国际的地位 那这其实美国人现在对这个乌克兰的状况 其实是非常有同情心的 也觉得要对俄罗斯更加的强硬 这跟拜登多年来的外交理念是非常相近的 因为他一直提倡要用多重的这个外交途径 来跟欧洲国家联盟力前加强北约 跟这个川普时期相较以来是批评北约无能 还有说甚至是称赞普京 这两个来比的话 美国人民还是会现在比较赞同拜登的外交政策 其实对他也是比较有利的 那其实我们今天也看到他的整个演讲 最终是希望能够让美国人民对未来比较有信心 比较乐观 也希望能够团结全国 只是今年11月的其中选举即将到来 可能到时候又必须要更政治化 更正党化 没有错 刚文琦分析了是美国总统拜登的国情咨文 现在外交政策似乎是站在拜登这一方的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现在欧洲的局势动荡 拜登也有一个新动作 就是派遣跨党派的特使团来到台湾 这是美国要向亚太地区释放美台友好的讯息 还是向频频扰台的中共民事不要轻举妄动呢 想要请教文琦在花府的观察 是的 在这么敏感的乌尔战争期间 美国派了这么重量级的前国防以及国家官员 特使来台湾 无非是希望全世界能够看到 就是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极度重视 那这个特使团里面有哪些人呢 包括极重量级的就是布希时期 小布希时期以及欧巴马时期 担任这个参谋总长 这个国家联席主席的穆伦 以及民主党的弗洛伊麦艾文 还有共和党的欧苏利文和葛林 这些人都是在华府非常大家熟悉的名字 那这个跨党派的特使团到台湾来 无非是希望让台湾人民对美国有信心 但是也是希望能够借此鼓励台湾 还是要重视自我防御的能力 另外就是说这几年来我们看到 美国不管是前官员或者是现任官员 都越来越多的来访问台湾 而且也越来越资深 无非就是美国对台湾当然是更重视了 像是前国务卿蓬佩奥也即将来台湾 这个时机其实有点巧 我自己个人的解读是说 拜登政府其实对于共和党的蓬佩奥 是希望他不要占上风 有点较劲的这个意味 虽然说美国派的特使团里面 也有两位共和党的人 但是他们是小布希时期 算是美国共和党传统精英派 是非常反川普的 但是支持蓬佩奥的川普派的人 跟这个传统精英派 其实是还是比较不契合的 所以也可以看到就是美国两党 在于对台湾的政策上面 还是互相角力 都在比看谁比较挺台湾 而现在地缘政治已经全面的引爆危机了 所以现在台湾美国 还有跟对岸的互动关系 可以说是有很大的运作空间 我们也谢谢文琦这一节的分析 谢谢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